对对对 你这个愿意就可以了 我愿意就不用 可以没问题就录唐老师 对对对 肯定讲错了 你要上传YouTube是吧 对 我们这个网总以后 我们就合起来搞这个直播平台 就是每天就是 跟大家一起就是搞一个群体 对呀 这很好 因为怎么呢 我们华人在这个 这海外呢 做生意呢 基本上就是买房子 特别是近年来啊 我们这个 从06年到09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来的人呢 就非常少对吧 就是特别是有钱的人很少 现在呢就是有钱人特别多 我听到朋友吧 买几套房子的 十几套房子的 还蛮农场的 其实呢 这个也没什么很大的错对吧 因为他们就是 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讲啊 在加拿大什么都没有做 只有买房子是赚钱的 是因为不懂 真的是不懂 因为大家都不懂这些事情 其实呢 在这个 在北美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就是说 比买房机会好得多 得多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给你讲一个很好的办法 就是你从历史数据来看啊 从历史来看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你这个美国的500强之数 对吧 我们讲的 这500强之数 这500强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 整个这个进制的这个主体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70%的这个市值都在这500强企业里面占有了 而这个500强企业呢 从历史上来讲呢 它的回报呢 比房价要高 至少是三分之一 或者是一倍 真的啊 那反正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情况 你们是真不懂 因为呢 大家都不知道情况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买房子在自治家里 在自治的名下 主要是能看个见 看个见没得着 对 但是 但是他也不知道买房子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 是 你要打点啊 嗯 你还教 有些人呢 就是 其实你知道 买房子的话 它的回报率相对来讲 是比较低的 历史上呢 历史上呢 它这个回报率 一般在5%左右 对 加上SP呢 在8到9 那你说不是差不多一倍 是 但是你管个房子 就是管房子的话呢 就是说呢 它这个 很麻烦的吧 嗯 要打点 要装修 要交税 特别是现在这个 主流社会看到 华人买这么的房子 人家就 就把有很多意见 忌妒 对 忌妒 对 就是说你这个 特别是很多人买房子都不住 对对对 房子是用来住的 但是他们还用来炒的 是 但是地方 什么地方是炒的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500强之数呢 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是 第一啊 现在呢 买 就是在北美 在美国 加拿大 我觉得 那些机构大的 都是买500强 这些老外投资呢 都是投的这个500强之数 那么不然的话呢 那么多钱呢 对 对吧 都是在这个里面 有些人呢 比较激进一点 他就买 NASDAQ的指数 就是科技 对吧 就是社会 一种进步的力量 因为我对这个 美国的金融市场呢 比较了解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指数啊 就是 我们想写文章叫 以人化 就是人化 对吧 假如像说我们讲的投资 美国的几大指数 第一大指数呢 就是道军指数 对吧 我们就叫道军指数 道军指数呢 是美国的500强 就是30强最大的 公司 就是在每个行业里面 一定是第一名的 在那个进入道军指数 30强 这30强呢 就相当于 都是比较成熟的 像沃尔巴菲安 他就 这种90多岁的人呢 他就是投这种公司 对吧 这是老年人投的 就是道军指数 这个呢 它是影响整个这个 经济 或者是这个国家命迈的 像麦当劳呀 这个那些什么保险公司啊 那些银行啊 保险公司啊 这每个行业里面 是比较大 所以呢 吴北强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相当于比例吧 就是说 60岁以上的人呢 就是 就是道军指数相当于 60岁以上的人 这种状态 对吧 经验比较丰富 工程志愿就是 对吧 肯定比较强 经验丰富 志愿都有 五十五百强指数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 四五十岁的 对吧 就是 就是 四十岁到六十岁吧 这种就属于五百强指数 就是相当于 特斯拉 它都倒了五百强去了 五百强 这个呢 就是说 建于美国的 大部分的这个经济 NASDAB指数呢 就是一百家 最强的一百家 十岁 它呢 就相当于 胶质丰富的 三十岁这个年龄呢 又又有经验 又敢想 敢敢敢敢敢敢说 对吧 所以一般的情况呢 回报呢 道军指数的回报是 比较稳定 对吧 但是呢 相对来讲 比较低一点 那 那个 NASDAB 500呢 比 道军指数呢 因为年轻一点 对吧 增加潜力好一点 就是 回报稍微 又高了 一两个百分点 平均了 NASDAB的指数是不一样的 NASDAB是年轻的人呢 就是波动就大 是吧 他呢 他呢 就回报呢 在09年啊 到 呃 今年最高的时候 他的回报是 SP的 差不多一倍 对吧 从当时的这个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 写书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呢 NASDAB的指数 QQQ 就是ETF啊 ETF现在非常流行 我以后给他讲 这个ETF呢 一个叫QQQ 就是NASDAB的100加的 SPY呢 就是美国的500强指数 指数 DIA呢 是30加指数的ETF 而我当时写书的时候 就是 那个QQQ的价值是 啊 38块 书上可以看得见 现在呢 最高的时候呢 涨到 啊 三百八 四百 你看没有 就是从06年到 2000 2000 2020年 今年初的时候 涨到百分 就涨到十倍 没有一个人的房子 会翻十倍嘛 对 是 你想想 没有一个人翻十倍 并且你买了这个 不动的话 你永远是 就是 Beat everything Anything 因为怎么呢 所谓的 就是巴菲特 现在呢 这个 这个ETF 已经流行到什么程度呢 巴菲特就是推荐 你们 你不要去折腾了 你就买了 这个ETF SPY 就是每个500强 有些人是买500强指数 就是资金 就是各个银行 各个投资公司 都在买500强的资金 卖给你 而每年呢 要收你1%到2的管理费 然后呢 你自己买的话 你就 现在ETF呢 你就 一年就0.5 我觉得是更低的 现在呢 所有的管理费呢 你想想啊 你每年收你2% 10年20年 我就一辈子下去了 你多少钱没有了 对 现在呢 现在大家都买ETF 就这个费用就大幅就下降了 而我以前的时候买那个 Nutraphone呢 它是一定要15%的 但是呢 我们每次交易的时候呢 就不用收费 就是no load 就不用交这个手术费 就是等于我们每次买卖都是免费 就是说不用交手术费 但是有个麻烦在这里 那当时我买Mutraphone一千 几百万 几百万的买 那影响里面说 Mutraphone不是干这个事情 就是长线投资 所以就不准买卖 就是这个 当然了 这个规定是 他看到我们买的人多了 他就规定就改了 就是加拿大 大家都知道了 这加拿大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规矩多 其实呢 他每天都在变的 但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不是说法治就是一成不变的 对吧 像中国的法治呢 他不是说 他变得很慢的 就是慢一点 这里是 看到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他就马上就改了 因为我们当时的 因为Mutraphone原先不是炒作的吧 而我拿个炒作 并且整个多伦多这华人 都去炒Mutraphone去了 所以呢 现在政策就开始改了 他说你每次买的时候呢 你要放三个月 如果你不放三个月呢 那你每次数数费就本着二 那就厉害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做 后来呢 现在的什么发生到什么程度呢 原先我这个人一下子就发现 这个美国指数就是一个好东西 对吧 特别好的东西 就是投什么都不用投投 就是投资数 你想要什么回报 就有什么回报 就是看你只要能力了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说从我95年嘛 就是说不准随便买卖户股基金的吧 后来你去买卖的话 手数费也很高的吧 到现在为止呢 你买ETF他都不要钱了 你说这多好啊 现在进步市场发展非常快 并且你如果买ETF 就不用手数费了 你也不会去找别人 并且他们鼓励你 为什么呢 他们要流量 他们要客户 因为他有时把你的钱放在那里去 你不买的时候他们可以 对吧 可以借给别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刚才就讲到了这个 现在这个指数呢 其实应该是成为 最热门的一个事情 刚才讲了 并买房子呢 要不知道好多 又轻松又简单 回报率又高 指数呢 它是这样的 它不会像买股票呀 你买股票 如果买错了一个 那可能就会涨几十倍 像苹果啊 亚马逊啊 Google啊 这都是后来的话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 就是你买股票的时候 都是经历到很多的 但是呢 你知道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 你讲不像说 我一个投资人来讲 其实你要看一个上市公司 或者一个公司 他的这个 CEO 他在这个 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 你讲不像说 是不是 非常有 影响力 非常有 有号召力 或者是执行力 像Elon Musk 这种人 那你要选对了 你就不用 管它涨还跌也好 反正 一二十年以后看 可能比 对吧 可能比 一般都要强 但是90%以上的人 投资指数 比什么都强 这个已经是一个普遍的 这个共识 对吧 所以现在 巴菲赛主讲这个事情 对吧 现在 任何 你想想 90%以上的基金经理 都搞不过这个指数 就是500强指数 你买房子 你怎么炒来炒去 你也搞不过这个指数 这个就是一个 普遍的一个事情 但是一般的情况 就是说 就是这个指数 它 在美国这个市场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普通人 买指数 就是说 你买500强指数 SPY 这个指数 费用低 安全性高 回报 相对来讲 比90%买的投资多强 对吧 比90% 但人家说比90%的基金经理都强 那比你个人的散户肯定强 对吧 嗯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这么多道 所以 但是一般就是我 其实 我可以叫一个朋友过来听吗 可以的 因为他也是炒股啊 炒股啊 炒股啊 对啊 我现在讲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指数 是所有在北美投资的一个可靠 可信 我们讲的那个可爱的一个一个投资 就是 这个是 没毛病了 这是唯一 这是唯一的事情就是 你要相信 这个美国 不会 垮掉 你要相信这一点 但是相对来讲的美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 特别只要是自有经济啊 就是 只要是开放的 这美国就 会垮掉 对吧 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 点 但如果美国这个垮掉了 你其他的什么投资也没有 也没有 也没意义 这个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呢 从95年 一投资 我开始93年开始投资 买股票 这也买 那也买 后来又买资金帮人家买资金 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指数就是一个神奇的 非常好的 东西 对吧 我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做指数资金 就是 故意就是指数 不是指数不做 因为怎么呢 我那些投资客户版 你看到市场涨了 你没涨 人家不行 我市场涨 我就涨了 市场掉我没掉 那投资人就 这样呢 他就比较 对吧 喜欢 所以呢 我就说明天要涨了 哎 我今天买进去 那投资人 那些人 我那个上班那个人就讲 哇 你这个太准了 又涨了 对吧 然后每 日 久啊 日 月 年 一下来 那 每个人都信了 所以呢 就 我就一下子 来了那么多客户 这是什么前列的 你没有听说哪一个投资人 说他帮人家管钱的时候 然后一下子来了一百多个客户 啊 一年的 有些人一辈子也搞不到一百个客户啊 对吧 对吧 对 我跟你讲哈 这是第一 就是说 指数有什么好处 指数好处 特别的多 对吧 刚才讲了 可见 回报的影响 对吧 可操作性 因为怎么呢 指数它的 交易量 巨大 就是 在所有的这个交易里面 指数交易量大 指数呢 刚才讲了 大多数 北美的老百姓 都是买 户股基金指数 对吧 一些聪明的人呢 反正自己认为是聪明的人呢 就买 ETF 指数 但是美国的机构呢 大户啊 它是买指数的 指数 指指 对吧 指指 它买的那个指指呢 就是在那个 自家购交易所 买卖的 自家购的交易所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它是确定 全世界 你知道吗 股票 持货 各种产品的 价格的地方 就是 We set the price 就是 世界任何东西的价格啊 特别是金融产品 都是他们定价的 都是在自家购 如果 纽约是个很大的市场 但是呢 自家购是定价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纽约这个 交易所 它有其他交易所 有纽约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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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X呢 就后来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 American Exchange 就是 它就是搞这些 那个金融产品 叫ETF 这种 就特别多了 现在是 然后呢 我们讲 刚才讲了这个 大户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呢 90%的人呢 散户啊 都是 啊 买涨 对吧 不做空的 对吧 在这个 这个自家购交易所 这个 池子交易所里面呢 就是 那些大户 都是有叫Hedge 就是避嫌的功能的 它不单独是 能够 投资的功能 它有避风险的功能 什么叫避风险的功能呢 就是 假比方说 今天市场涨到 百分之几了 对吧 今天涨到Hedgehog Day 今天涨到Hedgehog Day 今天涨到Hedgehog Day 3点了 它 今天再涨到Hedgehog Day 3点的可能性 对吧 那是 小概率实现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 市场呢 它就是说 这个指数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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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